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的配偶出生在中国大陆以外 也出生在印度以外 那么你可以用配偶的国别的排期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申请就有可能避免排期 或者大大缩短排期 这里再重复一下 这里讲的是职业移民 对于亲属移民排期的规则不一样 绝大多数情况下 同一个类别亲属移民 不管你是全世界出生在哪里的 需要等待的时间 基本一样 只有个别的国家像墨西哥等等 要额外等待更多的时间 还有菲律宾 那么对于职业移民来说 你的配偶是出生在中国大陆 还是其他地方可以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那么这里我们强调一下 当然讲的是出生地 不是说你有居留权的地方 或者说你现在的国籍是什么 现在有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等地方的 永久居民身份或者国籍 对我申请美国利卡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我只看排期等待时间没有区别 因为要看出生的地点 那么这个英文叫cross chargeability 这个是移民法规定的 不管你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办S85还是在美国境外办移民签证 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还有一个要求 你要用到配偶的出生国别嘛 这个申请呢 需要和配偶一起提交 不管是S85还是办这个移民签证 需要和配偶同时办理 有的说我只办自己的 或者我的配偶将来再办 行不行呢 是不行的 交485嘛 两个人呢都需要在美国 如果说办移民签证呢 可以在境外来办 那么呢 这个叫cross chargeability 申请的时候具体怎么用呢 交485的时候呢 在这个485的材料上面明确的讲到 当然你还可以cite这个authority 相关的法规 然后附上对应的文字 跟移民局讲清楚 我们有若干的客户是利用了这种便利啊 然后呢 较快的提交了S85的申请 比如说你符合NIW或者Perm的条件 那么呢 如果按照中国大陆出生的这个来排期呢 要排三年啊 左右的时间 如果配偶出生在比如说澳门 夫妻双方呢 可以都不用排期 140和485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可以一起提交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使用配偶的出生地 避免美国绿卡排期 好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